你還沒看過 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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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下雨 不能上上上瓦省 然後這裡是前幾天早的那個 是一個早子訴求點 今天的話來把它拉 削一下 看一下这个手柄怎么样 这一根手柄也是今年找的 别看这个比较细啊 但是非常的紧 然后这个是一样的材质 是一种叫枣子树 上面有很多刺 像这种枣子树的话 在我们这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但是要找一根好点的手柄 还是要费一些时间 像这一根的话就算不错 你看我这个今天找的这个手柄 它是带一点幅度的 要把这个切掉一点 切掉的可以用作木简 这个手柄的长度基本上裁削好了 我选的是这个中间稍微大一点糊涂的地方 这样的手柄是比较好的 很多朋友问这个手柄长度一般用多少 我个人认为手柄的长度的话 大概的话在我们这个镀鸡眼 上面十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认为这个手柄的长度是属于偏长的 根据自己的身高来定 这个木质非常精硬 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表皮 用刀给它削一遍 然后再用刨子给它刨滑 好了 开始炒锅 炒锅 这个手柄现在稍微裂出 然后再用刨子给它刨滑 然后再用刨子给它刨滑 这个鱼子花 这样刨滑 然后再用刨滑 这样就是用刨滑 昨天已经过去 所有的伤心的法 脑已离去 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 这种水面 就是算了 小沥 起来 就要火山 这种水面 火山 含着 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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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饼就差不多削好了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带点糊涂 没有机器刨得那么光滑 我们农村没那么多讲究 然后也是裂带一点点幅度 这个一定要等它干 如果是就这样装上去的话 很容易拖手饼 因为这个湿的 反正你急着要用的话 也只能这样湿的装上去 像有些朋友说这个厨头 等于说太够了 你可以用手饼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手饼幅度调大一点 就不会那么够了 然后这个用酒的光滑了 我就在这个手饼上用锯子 锯起到这个缝 这样的话黄滑一点 再来看看这个厨头后面 很多朋友说这个厨头 孔太小了 我感觉的话 这个孔不是很小 应该算是比较大的 你看 像我们装厨的话 可以用这个手饼削一个前面 然后中间一个木尖 是吧 铁尖在这里 铁尖啊 你看 大头在后面 像这头的话是平的 故意这样设计的话 像以前的这个铁尖啊 它两头都是带这种夹住的 然后有的时候 换手饼的时候特别麻烦 因为这个木头久了 真的太紧的话 一敲会粉碎 就很难退出来 然后有这个铁尖的话 从里面往后敲 它就会往后退 所以的话拆卸比较方便啊 所以的话就是一头卷起来的 在后面 然后中间大概是一公分多的木尖就可以了 木尖的这边 以这个手饼的这个前面啊 要相吻合 然后这边是平的 煎进去这样非常的好 不会脱落的 除非那个太干了 或者说这个手饼是湿的就有可能 像我们农村啊 找自己用的手饼还是不难啊 就是跑起来比较费时间 然后一些城里的朋友买手饼的话 尽量去买的鞋木质坚硬 带有一点韧性的那个材质是比较好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